所以我現在就在看這個奧運 分分鐘會有機會取消的 如果發現是在搞武器的話 有證據是搞武器的話 這個奧運會取消的 大家現在就是還希望可以跟中共 勾結了多少就勾結了多少 但是如果你發現全部是對方 當你是敵人那麼白 說要將來消滅你的話 你怎麽可能再跟它這樣交代下去 你看到上個星期 那個DD那件事 整個華爾街基本上就跟中共 已經脫離了 脫歐了 脫開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華爾街是多錢 它就基本上拿了資本 接下來這幾個月 大概那個資本全部拿回來美國 美國的市好都不得了 美國的股票每天都破紀錄 那拿回來再搞那個股市 現在3萬多 搞到4萬多 就大家都一起發達了 就是這樣 資本一拿回來 那中國就慘了 香港的股市就慘了 中國的股市就慘了 那中國呢 它有很多債 美國借了很多錢給中國的大公司 那一個還不出來 一間紫光還不出來 其他那些呢 它都是 就是不能讓你延續下去的 不能說借完 然後呢 就roll over 讓你再借 所以變成了呢 就是這些錢呢 會大量回來了 和幾個月錢都不一樣 幾個月錢它們還在那裡 扑到去 扑到去借錢給它 跟中共發債 但是現在螞蟻那件事之後 現在加上D.D.加上這幾件事之後呢 那個所有的錢呢 就肯定是會扭回美國 因為美國呢 那個市場很好 現在就基本上恢復了 那你投下去美國的故事那裡呢 有排長 有排長 所以整個 就是看起來呢 中共呢 現在呢 就非常埋打 就逼到它可能要先出手 它又要 到了實在是習近平 到了借走投武路的時候 它可能會出手 來團結中共那些老百姓支持它 那老百姓真的很多支持它的 老百姓呢 雖然我們報紙都看不到 沒有民意調查 但是呢 它反貪污啊 和那幫所謂那幫權貴 在那裡 清算那幫權貴 那些老百姓對它有相當支持 所以那個習近平呢 我看他呢 就會 如果真是逼到沒有辦法呢 他就逼虎跳牆 他就會 會 會採取某些行動 就是軍事行動 也不一定是常規軍事行動 應該是會有那些超限戰的 人數在裡面 那這個就是等著會有可能發生 如果不是呢 它連任無望 明年就是選舉啦 二十大就是中共式的選舉 那它是連任無望 二十大要選過了的 所有中央委員會 政治高委員會 上委啊 書記啊 全部要選過了 那對他們來說是大件事 他們就是大選嘛 明年大選 那如果它沒有這樣的實際行動 現在它是很劣勢的 現在它在共產黨裡面 雖然人家不出社 我的報紙也看不到 但是呢 我和北京那些人聊過天 現在對它很大的意見 如果有人夠膽站出來 就說不要讓它當 這個人都有相當的號召力 這個所謂的號召力呢 當然是很危險的 有小難說的 有些人實在受不了的站出來 還有它們很隱瞞的 它們共產黨的人 它們有其它辦法 可以改它下台的 你看到那時候拉死人幫 它們都有辦法的 它們有他們的辦法 那它們現在還留在美國 現在拜登的整個政權 基本上都在針對著習近平 都很值得留意啊 大家在這方面 整個所謂以前的大陸的經濟派 除了軍隊和公安 那個建制派都要賺錢的那幫人 就一定會加起來對付它 來對付習近平 那習近平呢 可以說是四面首帝 加起來 當然全世界現在都在對付它 它明年選不中的機會都很大的 我就強行用軍隊 越強行用軍隊用公安 來抓它們反對意見 所謂中共裏面的意見分子 就是於是無補的 反而會惹起重大的憤怒 就是那套東西靠那套 靠那套抓人 你強行來逼人選 他這套東西走不通 到現在已經走不通了 裡面的人都有他們的勢力 他們有他們的辦法 當然我們就不會明白了 那個時候誰想到會買四人幫的 一輩子就見過了 我可以這麼說 如果要逼他下台 肯定是這幫建制派權貴 跟美國夾手夾腳 就拿他拖下台 這個可能 就是旅應外合 就是同時發生 就拿全世界 因為它對全世界的傷害實在太大 對我們香港更加不用說了 香港整個比喻反應 如果拿到下台 整個香港的政策就會改變 就會馬上送回 但是這個不是我們追求的 我們追求就是香港要沒有共產化 一定可以有共產化 我們一定要有自主自決 或者受到美國和英國的監管保護 這些這樣的保護 以前在歷史上都有很多的 好像沖繩島那邊 以前沖繩島也是 美國保管了很久 跟著最後就給了日本 日本一陣子 歸了日本的自己的角度 那這些事情有發生過 在很多地方都發生過 我都跟美國的官員說 他說這些所謂的保管 美國保管 菲律賓都試過一段時間是保管的 然後等他們自己最後呢 就選舉 就自決 很多國家都是這樣的 這個是我們香港最後要求 就是一定要這樣 不要跟大陸想在一起 搞不定 太複雜了 他們不管那個時候 誰出來的人 他們當然有少少 就說要統一中共 又說要理香港都是它的部分 這樣說不清楚 我們至少要按它內容 我們要自己打夠自己 就不要被人 不要靠在他們身上 一靠在他們身上 根本就看到了 整班人去托大腳 跑馬屁 跟著我們就沒有了自決 現在又沒有了自決 要自決的話 一定要有真轉距 真的普選 自由自決 所以我這件事情 我是絕對相信的 我現在基本上和美國幾個政治家 就是和我們同樣的 要香港自決自主的政治家 我們都和他做成一條陣線 一條陣線 將來在法律上 在政策上 直接在行動上 就是要拿香港獨立處理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我們長期 一定要爭取這件事情 要自主自決 因為當中共解散的時候 都亂七彩 我們分分鐘香港被人邊緣化了 就當了一國 那就很嚴重的 就不想這樣 共產黨的事情 真的說不清楚 分分鐘他有另一批人來搞 肯定是 如果習下來 肯定有第二批共產黨員 來這裡有些人要做氣 又要不要下人心 又有第二批所謂藍絲去支持那幫人 就亂七彩 這些事情我們不可以的 一定要爭套選 一人一票 要決定我們自己的將來 這個就是我的追求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香港 大部分人都應該是這樣追求的 一定要自決 暫時去外國避難 將來都可以一樣可以爬回來 現在世界這麼小 就差一張機票 什麼都有辦法的 我看到香港的樓價 都不可能維持這麼久 將來香港的樓價 沒什麼的 實際上香港大拔地 真的要去哪裏決地呢 你的身價行個圈 大拔地 這些全部人為的 就是官商勾結 那幫地產老同 那些共產黨勾結 硬硬硬在那裡 抓住這些地 搞到香港的地都貴了 住那些樓下的小到 真是哎呀 慘了 這樣收入住這樣的樓 所以香港的樓價 當然我們有些人挺開心的 但是看著它戲 那個被人捱打 現在完全沒有主動了 沒有了 一帶一路基本上是異性歷史 所有這些是異性歷史 他也沒有這樣的賽力和這樣的信心 習近平非但沒有人去 明年沒有所謂要緊要的VIP去東運 他根本是出來 他想出來 別人都不歡迎他 他在那裡求韓國 說要去各訪問 又求去俄羅斯 沒人去 所以他變成真是顧家寡人 這個就是他自己的狀惡的下場 報應 真的是報應 這些人真的離譜了 要付出代價 他要付出代價 我們都要付出代價 我們都將來為了商務的自由 法治 民主 我們都在那裡賺這麼多代價 包括我自己也是 是吧 盡量在那裡做多一點的事 國際線是可以起作用的 絕對是可以起作用的 反而香港真的可以做的事很少 因為沒理由找個名字跟他搏的 是吧 變成現在我們這麼多泛民 當然我不主張他們的路線 但是起碼他們如果在國際上 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 他們可以拿香港的問題國 告訴很多人 遠遠超過我可以講的 我只不過剛剛都是 只有那一年的經驗 但是他們搞了幾十年了 他們認識很多全世界的穩穩分子 可以起更大的作用 那就可以走了 盡量走了 而且在外國我們要用英文跟他們交往 好 今天我講到這裡 不好意思 英國的禮拜一就打算休息一下 不過現在起碼我們每天都有這樣的交往 我拿我所知的東西 盡量講給你們聽 我沒有什麼走常規的新聞 我自己有自己的路線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老師 拜拜 真的好 拜託 後來我們要留一個 我們要留一個 真正在於是 風雲